美国长期宣扬中国买地威胁论,意图给中国定罪,结果呢,他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那么,中国真的有在美国大量购买土地吗? 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就中国买家在美国购买田地和农田,这个问题再次召开了听证会。 此前,他们颠倒黑牌大肆炒作《中国买地威胁论》,宣扬中国人买地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坚决要求限制甚至禁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土地,叫停涉化项目。 今天3月,美国共和党就有参议员说中国在美国拥有的农田面积加起来相当于它家乡那么大了,不知道它家乡到底是哪个小城镇啊,要求美国警惕中国人的行动。 7月份,美国共和党又有议员提出了修正议案,提出禁止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美国农田的购买。 那么我们想问,中国真的在美国大量购买农田土地了吗? 事实上,这些都是自虚乌有的污蔑,美国又是在睁眼说瞎话了。 如今,连美国媒体也不愿意歪屁股替他们遮掩了,直接甩出美国农业部记录的具体数据,打脸这些美国政客。 不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农业经济学专家奥尔特加在作证的时候,更是直接否认了美国国会对中国把购买美国土地当作农业投资战略的这个控告,甚至坦言说中国已经绕过了北美。 这个奥尔特加认为,中国并没有把购买美国农田当作是农业投资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在美国拥有的农田用地相较于其他国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主要的农田投资都是在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以及南美洲这些地方,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在美国购买的土地影响到了美国农田的价格。 比较讽刺的是,奥尔特加还提到,美国自己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大量采购农业用地,用以支持它的农业战略投资。 如此看来,美国国会现在叫嚣着制约中国,无疑是在贼喊捉贼了。 无独有偶,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民主党的参议员斯塔贝诺也公开承认, 说目前美国农田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仍然是英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主要国家。 截止到2022年1月,外国在美国三十五个州购买或者租赁的农林用地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来自欧洲的风电公司。 而美国制约的最狠的中国在美国所拥有的土地甚至不到1400英亩。 那么这些土地仅占所有外国人持有农田比例的1%,仅仅占美国13亿英亩农田的0.03%。 那以前,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对美国政客所谓的中国购买美国农田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这个事做出回应, 表示中美贸易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也积极促进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而美国所谓的中国买地威胁,不过是美国意识到了中国所发展的道路将在未来使美国无法在世界范围实施它的霸权行径, 进而慌不择路地采取这些冠冕堂皇,掩耳盗铃的制约手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